张鹏诚来自中国河南省的选手 他年轻 今年只有19岁 张比赛是他在勇士的荣耀的首阵 勇士的荣耀我们现在为您带来一场 次中量级的定级赛 是索埃塔鹏面对张鹏诚的比赛 索埃塔鹏一上来就是用他 这个非常惯常的风格 对 扫踢的威胁很大 但是他的腿呢 不管是在后位还是在前位 都可以带来不错的态度 好的 踢倒 所有白拳顶膝 停 停 张鹏诚打的这个密度是蛮高 但是很难 一定要把自己的阵脚压住 张鹏诚不要太着急 现在在对攻方面并不吃亏 是 张鹏诚冲进来 被推倒了 对 踩帆提醒这个索埃塔鹏呢 就是说对手冲进来的时候 你要进攻 你不能搂着 对 完全可以挡住的 是 索埃塔鹏几乎就是不用拳 稳健 对 张鹏诚顶膝 冲进来 连腿 对 双方是在拼腿 漂亮 张鹏诚是有些要拼腿的意思 没错 现在是缓回来了 接腿高扫 后绳 自己承担的 是 挑戏 挑戏 但是没有问题 对手又是中扫 张鹏诚 好的 连续的拳法加西法 稳住啊 一定要小心 对 千万不要去扛对方这一腿 然后再反击 张鹏诚的 又同样的扫踢 我们看到现在 索埃塔鹏已经把自己的手掌往前了 这样就推着对方往前走 又一个 小心啊 反而效果还不错 因为张鹏诚急于进攻 没错 前刺 后手 侧正当 力量再增加威力 好 这下 差点把对手的牙套给打出来 继续往里压 走 又是同样的动作 再警告一次 比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后手 杀塔鹏 积累的 没错 但是谁没打过第一场比赛呢 我相信对张鹏诚来说 这场比赛 他的象征意义 其实更大于他的胜负 是 比赛结果 蓝方胜